選後才敢辦 到底是偵辦案 還是演給國人看呢 高端疫苗爆出了內線交易案 檢方昨天大動作繽紛十六路搜索 當時被蔡總統跟蘇貞湯力挺的高端 終於要大規模的出現了搜索的一個行貢 可是為什麼今天股價真奇怪 沒打到跌停居然還開低走高 難道預告者這案情雷聲大雨點小嗎 這背後有什麼樣的貓膩呢 還是只是在做一場戲給國人看呢 另外中國現在光速的拼解封 陽性的班機下封了各國 可是不要忘了 為什麼這麼急得把人放出去 可能背後藏著 偷偷執行秘密警察任務的陰謀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小平哥好 大家好 這次評論員歷史哥黎一修 醫修好 明君好 大家好 這次媒體人江中博 中博哥好 明君觀念朋友晚安